阴阳的组合在动态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失衡的现象 阳刚过度强大而阴流相对薄弱 就叫做大过 大过的状态可以通俗地理解为 事业的大艰难 人生的大过失 而《易经》中的第二十八卦 大过卦所体现出的正是这种危险重重的状态 但是它的卦词力有忧望 横告诉我们 其中还蕴含着转化的契机 就是告诉人们如何改正过失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认清自己所处的状态 神处大过卦时 又该如何顺利地完成这种转化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明我们一起感悟《易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大过大悟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学校里面 可是太过分了 一定不好吗 不见得 有时候刚刚开始我们认为太过分了 后来会让我们感觉到 简直太伟大了 它当中会有一个变化 所以大过这个卦 我们真的要好好来认识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卦形 它是四个羊 两个阴 那因为羊比较多 而羊呢 在《易经》里面读叫大 羊为大 羊比阴多 所以叫做大过 就是羊瑶 大过与阴瑶 可是大家一定怀疑 那为什么不把六个羊瑶叫大过呢 因为六个羊瑶 各位马上知道 那个阴瑶啊 它是存在的 只不过它是隐而不现 它反而很容易调和 所以不算大过 你看钱瓜 你能把它改成大过吗 很多人都不可能接受的 那五个羊呢 五个羊不是比四个羊更多吗 五个羊也不可能变成大过 为什么 因为到了五个羊以后 羊多以阴 多到什么地步 多到阴只剩下一个 这个一个就很宝贝羊 因为物以虚为贵 大家反而五个羊 要联合起来 去保护那个阴啊 不过一下把它干掉了 各位这样才知道 所谓的过分 并不是大大的过分 而只是 在三阴三阳之上 多那么一点点 那就叫过分 你看三阴三阳 就叫做阴阳调和 可是四个羊呢 那就不一样了 何况这个挂呢 它四个羊 不但挤在一起 很团结 而且把中间的位置 整个占掉了 势力强大到 把两个弱小的阴阳 挤到两边去 这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才把这个挂 取名为大过 你每次看到大过 总觉得 它像个棺材 人已经僵硬了 就带你 那个四个钉子 钉下去 就埋掉了 这种人特别多 他就认为什么 反正人生 迟早要死的 那你趁现在没有死 你又赶快多喝点酒 快了快了就好了 太多人是这样 很多人把大过挂的挂像 看作是一个棺材 其实这个过色 可以有许多种解释 而不同的解释 就是人们对事物 不同的认知 那么过都有哪些解释呢 我们又该如何正确理解 大过挂呢 过这个字 它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大家最了解 叫做过错过失 你不对 一个呢 就过分 任何事情有个度 那个度一超过了以后 大家还是觉得奇怪的 就算你对 你也不用得理不倒人嘛 你对 就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对吧 第三个 是经过 老是想任何人 大家都会经过这个时期 有平常就一定有非常 我没有说反常 我没有说反常 我是说非常 非常时期 你看历史上多少非常时期 当我们碰到大灾难的时候 当我们凉荒的时候 当我们受到外敌的欺负的时候 当我们内部人 鼻子非常不谅解 甚至有很大误会的时候 我请问你 那不是非常时期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挂词怎么说的 大过 动牢 大过是挂明 那它用什么来比喻呢 用我们最常见的东西 大家看到一栋房子 当然小房子 你也许不会注意 它有没有什么 很凉 有没有什么动凉 你不太会注意 反正轻嘛 小嘛 可是房子一大了以后 你第一个马上会注意到 那个凉有没有问题 空间大 就是柱子 它的间隔距离会很大 间隔距离一大 你马上注意到 这个凉称不称得住 所以它用这个动凉 来提醒我们 去了解什么叫大过 动牢 动是动凉 饶是什么 饶是曲折的 应该动凉如果直直的 显得很有力 我们就会放心 可是呢 现在它已经弯曲了 那弯曲是向上弯呢 还是向下弯 就又不一样了 如果向左右弯 我们也许还看不出来 因为你从这边看 从那边看 都看不清楚 可是它如果向下弯的时候 你就很紧张 你就会想到两边的 笋头已经松动了 那很快就出问题了 就好像一个人挑了太重的担子 他还要摁撑的时候 总有一天是撑不了 撑不了 那就叫大过了 所以杂瓜段里面 它就提醒我们 大过 我们今天很喜欢讲 这是颠覆性的行动 这是颠覆性的观念 其实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要知道 任何一个团体 任何一个人群社会 它一定要有常规 没有常规就不可能有秩序 凡是违反常规的人 我们都会特别加以警告 你这不对 违反到很特别 很重大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之后给他寄大过了 说你太过分 所以大有所过 以至已产生颠覆的现象 那这种情况之下 怎么挂词会说 利有幽网 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应该是不利嘛 一经认为只有阴阳协调 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理想状态 一旦阴阳不平衡 往往就会出现问题 大过挂 阳大语音 就像房子的重量开始玩曲了 但是大过挂的挂词 为什么说 利有幽网 哼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的挂词中 又暗藏了什么化险回忆的好方法呢 《易经》它永远给我们有解套的方法 我觉得这才是读《易经》 非常珍惜的一个地方 如果它只是告诉你 梁已经弯了啦 已经快脱落啦 没救啦 那你读《易经》有什么样子 它会告诉你 你的思想倒过来想一想 你说如果这个梁它不弯 那我就没事做了嘛 我有扎大的本领 也只能看看它欣赏欣赏而已 现在呢 我发现它弯了 而且弯了让人家担心 它可能会出问题 那我怎么办 我就想办法来拯救它 这样的话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有能力解决问题 好像不是这样 但是现在人就是这样想 找专家来解决问题 其实力有忧望在告诉我们 你的能力是在你发现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解决问题 跟发现问题 这两种能力 我们的看法 还是不是很正确 我们非常重视解决问题的人 我们非常不重视发现问题的人 所以导致问题层出不穷 而且一发现问题 都是天大地大的 那就违反了大过挂 给我们的指示 大过挂说 当你看到那个梁已经弯了 你会想到两边的笋头已经松动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 是在不堪 符合的时候 它那个断掉 掉下来 那问题很大 所以我现在已经发现问题了 那我就想办法来拯救它 事先防放于未然 使大家不感觉到 说有什么大问题 这叫做把问题化于无形 这样叫做哼 要不然怎么可能哼 你看大过挂还要哼啊 就表示说 你看到了 你心中有数 而且你还有本事啊 去把它问题 发掘出来 然后一一把它化解掉 使大家好像感觉到没有问题一样 这个是最高明的 这种大过 才会恨 我们再看看 断转怎么说的 大过的意思就是阴阳是痕 阴阳是痕还是只是一回事 它是阳刚过剩 老子 我们人啊 阳刚过剩的时候 你想想看好不好 就是很亢奋 就是很亢奋 亢奋的人 到了晚上他还静不下来 他还不觉得疲倦 甚至睡不着 这个就不少想象 因为他命不久 人不可能永远长期地维持这种状况 因此呢 大者过也 他就在提醒我们 什么叫做大 就是过分的意思 这个阳刚过分 阳抗过剩 你就想到 钱挂 抗荣有毁 为什么抗荣有毁 就是他 全部都是阳刚到底 他没有把那个柔的一面 把它发扬出来 那为什么 断词说 动劳 动劳在这里 可以解释成 大测大悟 一般人看到那个洞 劳了 弯曲了 他只是认为一个现象而已 甚至于说 必然的 久了一定是这样 这个是没办法的 还有更可笑的就是说 不是我们家的洞 劳了 隔壁也劳了 大家都劳了 人都会劳 为什么那个洞梁 不会弯曲呢 这种人 就是没有大测大悟 那聪明的一看就知道 他在给我一个启示 说 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 我要采取非常的行动 我才是一个非常的人物 这个人就大测大悟 所以凡是懂得大过挂的人 就是你看到太过分的现象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时候叫做非常时期 他需要什么样 需要非常的人 来做非常的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大过就变成太伟大了 所以太过分了 为什么会变成太伟大了 就是他从这里有一个大测大悟 所造成的一个良好的效果 那洞为什么会饶 因为本末若也 各位想想看 你要做栋梁的时候 你能不能用木头就这样架住 那根本不牢固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削小了变笋头 可是你削到太小 或者用得太久 甚至因为气候的改变 使得它本来刚刚好的 现在缩水了 松动了 那你还不想办法 那一定遭祸 那一定是祸害 那这样是不是没有救呢 不会 你看这个卦 幸好什么呢 刚过而终 刚过而终 就是说它四个羊 它是过分的没有错 但是它集中在中间 集中在中间不是不好吗 你往好处去想 它就好 我想这也是我们学的已经这么久以来 大家应该有的觉悟 它虽然过分的刚 可是在整个的结构里面 它是很合理的 所以叫做刚过 就是说虽然过分的刚强 但是因为它合理 因此呢 就会有一个好结果 叫做迅而悦行 你看这个卦 下卦是迅 上卦是悦 就是对卦 你下面很顺的 上面呢 就很愉快 在八卦图中 乾坤代表父亲和母亲 正是长子 坎是次子 耿是小儿子 迅是长女 黎是次女 对是小女儿 而在大过卦中 上面是对 下面是逊 也就是小女 在长女的上面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 要长幼有序 但是大过卦中 却是幼上长下 这里暗喻着什么道理呢 大过啊 故意用少女 在长女之上 这是一个 不很平常的现象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长女 修养很好 你比我年轻 你比我不懂事 我不要用我的标准 来要求你 你要我捧你 我就捧你 你要把你捧得多高 我就把它捧高 所以她就很开心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一个 比较有力气的人 把一个小孩子 扛在头顶上 那小孩 当然很高兴的 可是大人家 一不高兴把他甩了 他就糟糕了 他就跃不起来了 因此下面必须要很顺 说好啊 既然要这样 那我就顺了你的意思 我就捧捧你 让你想想 感受感受 你这人长久吗 你不长久的啦 所以大过啊 其实他故意用 少女在长女之上 这是一个不很平常的现象 来让我们感觉到说 这种事情 今天叫什么 今天就叫异象 其实现在的人 不太懂得大过 他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就是处于 大过挂的状况 你看经常有人 出行话一样 把头剃得跟这个 公鸡一样 他也觉得他很了不起 然后穿这个 搞那个 那就是没有大策道路 因为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各行各业 都分头发展 你在哪一个行业 再有名气 别人也不见得认识你 那你这话靠什么 靠剪头发来 引人家注意 那是下策 那不是说正常的现象 也没有必要 你是要顺而约 但是很能约吗 好像不行 但是他偏面就告诉你 力有忧往 这什么意思 就说也没关系 你要这样出发样 你要装怪我样 也没关系 只要你能够 把大家引到正道上面去 你也是对这个时代 有贡献的 就叫力有忧往 你放心去做 奶亨 奶亨就是力有忧往 这个条件你完成了 你就会亨 如果你只是在那里搞怪 在那里求心求变 搞得这样就很讨厌你 而你还自以为了不起 那真的是犯了大过 该计大过 那就是太过分了 使人很厌恶 你看 这台有两种不同的意思 才叫做一阴一阳之味道 大过挂的挂词告诉我们 虽然有危险 但是只要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适当的调整 事情最终 还是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么当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 种种困难时 究竟应该怎样做 才能彻底突破困境呢 在《易经六十四挂》中 大过挂是第二十八挂 还在一挂的后面 这样的排序 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我们先看一看 序挂乱 他怎么说的 不养 这不可动 《易挂》是在大过挂的前面 《易》就是养的意思 用今天最普通的话来讲 叫做吃饱饭 我问你 你饭都吃不饱 你会去搞新花样吗 你都没有饭吃 你会搞乖吗 你会搞笑吗 我都不相信 可是你不养行不行 不养不行 穷又穷的问题 可是大过就告诉我们 一有钱 花样就乱来了 不养这不可动 就是一养就乱动 所以《易挂》之后 经常是大过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哎呀 穷日子不好过 其实有钱以后 是会更乱 因此 段词才特别讲这句话 大过之时 大已在 所以你要看到大过 就是你要非常的行动 你先要了解 你自己是不是个 非常的人物 你要了解 是不是非常的时期 然后你所做事情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如果是的话 你就去做 你不要管别人 怎么想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大象 它怎么说的 折灭木 折灭木是什么意思 这个洪水 把整个的树木 都淹没掉了 那是很难得见 用很难的见度 还不足以形容的 应该叫做 非常罕见的现象 大过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你看木头那么高 结果呢 你说草被水淹了 那很常见 那木头 整个被水淹掉了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挂 它是上折下风 上面是折水 下面是风 那风不可能躲到折水下面去吧 所以这里的风就是木 木头 长得好好的 你风来它会随着摇动 没关系 可是没有想到水 把它整个淹没掉 这种景象 太过分 非常罕见 那一般人怎么 一般人只会在那边 从照相 扑上网 他不想在干什么 因为他没有大测大物 如果真正有智慧的人 他会大测大物 说 你地方盖得再高 水要过来 你也挡不住 你人再怎么练习 挑战极限 跑白米 你都跑不过海水 所以君子以独立不惧 独立不惧就是说 我看到这种情况之下 别人都没有大测大物 只有我少数人大测大物 我就不能躲避 我就一点不畏惧的 我出来 哪怕你们说我很怪异 哪怕你们说我在搞怪 我都无所谓 我挺身而出 但是我的目的现在是什么 是要整治这个乱象 下面还一句话 愤是无问 愤是无闷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即使世俗上 大家都看不惯我 都排斥我 我做了 你们不认同 我退隐 我都没有觉得烦闷 都没有觉得话不来 都没有觉得心里不平衡 老实讲 真正能够看得透的人 不是很多 处得就叫做实 什么叫做处得叫做实 就是你懂得这个实的改变 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的实 你就不能用平常的观念来看它 不能用平常的方式来处理它 这样叫做得实 得实才能得宜 如果不得实 就叫不能得宜 就叫不切实宜 你看我们把实跟宜 合在一起 就是合理不合理 是要看你合适不合适 只要不合适 你就是不合理 大过是非常行动 值得不值得 要看状况 看什么状况 看你 是不是真的大过常人 你看历代犯大过人 大概有80%是死掉的 有20%是成功的 所以大过这个过话 就叫做不成功变成人 它是两极化的 你成功了 伟大 你失败了 过分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 接下来就要把六个谣 分析一下 大家就知道 就算你真的大过常人 你也要按部就班 去完成这种 非常的行动 谢谢